周国平曾说过独处的三重境界 第一境界是惶惶不安想要逃离 第二境界是能够平静地面对孤独 专注做事和思考 最高的境界是在独处中找到真正的自己 年轻时我们总是害怕被人群抛弃 宁愿隐藏个性也要融入各种社交场合 长大后却逐渐疲于应付人际关系 觉得一个人独处未尝不是一种惬意 酒桌上的宫愁交错不如白云高卧清风闲坐 饭局上的成兄道弟不如读书学习 沉淀自己 当一个人熬到没有电话 没有社交 没有聚会 便是走向自由的开始 告别喧嚣的聚会 筑起精神的高地 在中国文坛有一位神秘的作家 他谢绝任何牵手 也从未露面采访 甚至网络上都搜不到一张本人的照片 但由他的作品改编的电视剧 比如风吹半夏 欢乐颂 大江大河 却广受欢迎 他就是作家阿奈 据阿奈的身边人说 阿奈平时非常低调 他平常和出版编辑交流都是在线上 连微博简介都强调 不见网友 不接受采访 无面见合作者 比起在社交场上 推背幻展 他更喜欢一个人在家里 刺花弄草 默默马字 远离人群的喧嚣 阿奈得以深入思考 更多高质量内容 作品也愈发深刻 如今写作十几年 他不仅收获了一大批忠实读者 稿费收入也翻了好几倍 这世间能够做出一番成就的 往往是敢于不合群的人 他们不是个性孤僻 而是有自己的坚持 不是人缘不好 而是有足够丰富的精神世界 那些驰骋各领域的牛人 无一例外 都有这样的共性 建筑大师王树 是中国第一位普利兹克奖得主 他说自己的灵感 大多源于独处时的绘画时光 陈道明被誉为双料影帝 从影四十年来荣耀加深 却直言自己 不喜欢往人群里走 苏罗在瓦尔登湖畔 找到真正的自我 秘诀就在于 把不属于生活的东西 剔除干净 活得简单 简单 再简单 真正优秀的人 往往都是在一个人的时光里 实现自我成长的 他们专注于当下的追求和目标 也能心无旁骛地 向理想的方向迈进 所以 如果你感觉 自己越来越喜欢 独来独往的生活 那么恭喜你 远离人群的喧嚣 你终将在自己的精神原地里 耕耘出一片绚烂花海 拒绝无用的关系 留下真正的知己 作家山下英子曾在书中说 断舍离的最高境界 是拥有 尖的意识 筛选掉不合适的关系 才能为值得的事 留出时间 告别虚假的情谊 才能为真心的人 捧出空间 现实中很多人都会闯入我们的生活 但实际上能交心地 寥寥无几 若是常常和那些 不同平的人在一起 不仅无法排遣寂寞 反而会愈发空虚 董雨辉刚步入社会时 也曾经试图融入各种聚会 和大家吃吃饭喝喝茶 彼此东拉西扯介绍朋友 但后来他愈发觉得 这是在浪费时间 就很少参加类似聚会了 他把时间都放在经济能力上 没过几年 就晋升成了新东方的英语教研主管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 他遇到了特别好的挚友 对方是学校里的物理老师 董雨辉经常能和他 聊一些深度的话题 两人一见如故 于是那段时间 他们经常买一只烧鸡 坐在西安城墙的护城河边 一边吹夜风 一边谈天说地 董雨辉很珍视这段友谊 他说 我终于遇到了一个 跟我能聊天 并且聊很多的朋友 这正好的友谊 不是强行融入 而是彼此心意来的 身边称兄道地的朋友再多 都不如一个能和你说知心话的知己 正如三毛那句人间清醒的发言 我避开无事时过分热络的友谊 这使我少些负担和承担 我当心地去爱别人 因为这样比较不会泛滥 我不求深刻 只求简单 与其硬着头皮 出入那些无聊的聚会 不如和挚友相拙对影 畅谈人生 屏蔽掉外界纷纷扰扰 你自能收获简单的关系 和风盈的内心 摘掉社交的假面 拥有自在的人生 看过一组漫画 一个拥有红色心脏的人 看到远处一群人谈笑风声 便想要融入其中 当他走近这群人时 却发现 大家都长着黑色的心脏 为了显得不那么突兀 他只能忍痛摘掉红心 换成黑心 表面上 他终于成为了人群的一员 实际上 他无时不刻不因为丢掉自己 备手煎熬 生活中很多人像他一样 为了合群伪装自己 明明是个重度社恐 却装成社交达人 在聚会上呼朋唤友 明明不认可某个方案 却为了迎合领导同事 点头称事 可习惯在人前 虚语微疑 换来的往往不是被认同的快感 而是压抑和委屈 若是不及时从其中抽离出来 很容易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 你知道吗 访谈界的一姐鲁玉 私下里有严重的社交恐惧 坐飞机的时候 他害怕遇到认识的人 因为他不想跟人聊天 饭局上 如果他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他会如坐针毡 想快点逃离 平常在家里 他几乎闭门谢客 喜欢窝在沙发上看书 学习 刷美剧 这种离群所居的生活 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 却让他感到难得的滋养和放松 皮囊中有这么一句话 有人说生命始于四十岁 也有人说是五十岁 其实都不对 生命应该始于 你不再取悦为观者的那一天 这世间的绝大多数人 都渴望融入人群 用热闹填补空虚 唯有少部分人 敢于特立独行 在清静中感受生活的风盈 当你遵从内心 勇敢丢掉人群中的假面 即使一个人 也能把日子过得精彩分成 快节奏的时代里 人们的生活 越来越多地被各种琐事填满 或许是下班后的团建 或许是同事间的闲聊 或许是不情愿去的酒局 这些都像消耗体力一样 消磨我们的精神和时间 年轻时向往呼朋引伴的热络 长大后才发现 热闹之外的才是生活 生命中的过客来来往往 但能陪你走到 人生尽头的屈指可数 与其被无关紧要的人和事 拉扯经历 不如在独处时光里 活成喜欢的模样 无意义的饭局找借口推掉 虚情假意的关系 学会勇敢戒断 告别外界喧嚣 才能觅得一份清静之所 安静自在地享受生活 正如石铁生说的 在满源弥漫的沉浸光芒中 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 并看到自己的身影 愿我们能够安顿好自己的内心 孤身能自在 独处以清欢 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